第1987集 好 不错 有脾气 有个性 狱长赞许地点点头 你知道吗 我很欣赏你 可惜的是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哪 那也未必 叶浩轩坐下来 他耐心地和狱长磨着脾气 我们两个虽然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了 要不这样 我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你放我过去 让我通过未免传送回到现实世界 我不干涉你 你也别干涉我 你看如何 你能治好我的病 你可知道我的病是什么病 狱长批了叶浩轩一眼 我的病情是宇宙辐射造成的后果 除了我现在的方法能让我活着之外 别无他法 你现在的形势算是活着吗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这简直就是苟延残喘 我说的治好 就是能让你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而不是无度地汲取别人的精气神生存 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年来我寻遍了山川和月 想尽了一切办法 为的就是把我自己的这种情况治好 可惜的是 我去过无数个地方 想了无数个办法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一种方法 根治我的病 不要说和正常人一样 哪怕就算是让我的情况 稍微的有点改善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不相信我的情况 还会有所好转 叶浩轩 你这是在骗我 对 你一定是在骗我 狱长一点也不相信叶浩轩的话 唉 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啊 叶浩轩摇头道 我医生的名声是白叫的吗 你应该了解过我 你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不管再难的病情 我都能治好 只要是病 我就能治 任你在花言巧语 我就是不相信你的话 我不妨告诉你 我身后的这个山洞 就是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 再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地方就会开启 再一次开启之后 等下一次开启 就会等上半年 所以 如果你把握不住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就意味着 你要再等半年以后 才能离开这里 怎么样 敢不敢挑战一下呀 你想让我挑战什么 叶浩轩有些郁闷地看着预长 我不想和你起任何冲突 我们两个也不应该有什么冲突 金逼之地 是我创造的世界 我立下过规矩 这个地方只能进 不能处 你现在想离开这里 就是跟我起冲突 所以 我们注定是敌人 你想从这里离开 那行 那你得打败我才行 唉 其实除了打架 我们还有很多办法 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的 如果能用别的办法 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情 那是最好的 可惜的是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注定是没有办法 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 你做好了准备没有 什么准备 叶浩轩有些莫名其妙地 看着预长 当然是战斗的准备 预长的话音刚落 他突然在三人的眼前消失 黑袍双拳一握 他警惕地看着四周 而妖姬则是拿出了 自己的短剑 两人都警惕地看着四周 一副如林大敌的样子 咻 预长突然出现在 叶浩轩的跟前 他右手一伸 猛地向叶浩轩的胸口戳去 他手上戴着一个 黑色的手套 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很快 相信叶浩轩就算是一块石头 他也能轻易地把叶浩轩给戳穿的 高手之间的对决 即使已经不限于速度与力量 而预长来到禁闭之地以后 受到了辐射的同时 也得到了强劲的力量 所以他和叶浩轩如果真的撕起来 那还真的是半斤八两 毕竟叶浩轩现在实力受损 如果叶浩轩在全胜的时期 这当然还是另当别论 但是现在叶浩轩被基因武器给伤了 实力还没有完完全全地恢复 所以 他现在对上预长 胜算其实不大 预长的辐射只是让他的身体不停地发生异变 对他的实力没有一点损伤 而且他发生了异变之后 实力则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所以说严格来说 现在预长其实是占了上风的 眼前一花 叶浩轩的身影突然在预长的眼前消失 等预长这一拳击出去的时候 击中的却只是叶浩轩的残影 叶浩轩的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 那就可想而知了 哈哈哈哈 医生 我以为你是一条硬汉 如果你真的是硬汉的话 那就不要躲 我们两个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就是了 我是不是硬汉没关系 你放心 我绝对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打不过的时候 我是不会硬碰硬的 反倒是你 受了辐射之后 让你的实力增长了许多 我倒想知道 你异变之后有什么新的能力 你对我的身体挺了解的嘛 医长有些诧异的看着叶浩轩 哈哈哈哈 这就让我对你更加的好奇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发生了异变了呢 这不明摆着呢吗 叶浩轩弹弹手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情况想得太神秘了 真的 首先我是医生 所以你这种情况我比较了解 再者 比你异变得更加厉害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你这点变化对我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一个叶浩轩 好一个医生 叶浩轩 说真的 以前我倒有些小看你了 可惜了 这么一个人才如果能为我所用那就好了 你放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为你所用的 叶浩轩斩钉截铁地说 因为你想做我的狗 我还要考虑考虑呢 更别替我问你做事了 挺自负的一个家伙 不过我喜欢 豫章哈哈大笑他指着叶浩轩 好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现在我要夺了你的金丹 为我重塑躯体 说真的 大家都是修炼体系的人 你就不能为别人多考虑一点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 你也知道 我们修炼起来不容易 炼出金丹更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就这样把别人修来的金丹给夺去了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也是老江湖了 你也知道 这个世界弱肉强食 你说这话真的是有点外行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太优秀了 所以你要吃了我吗 说真的 我不认为你现在的形态 能够真的把我怎么样 不是是怎么知道 豫章咧嘴一笑 他身影一闪 以极快的速度向叶浩轩冲来 他居然要和叶浩轩比速度 叶浩轩也咧嘴一笑 这一次 他没有躲 他拳头一握 呼的一拳击了回去 砰 两人的拳头在半空中响你 巨大的冲击波向四面八方一拳 两人各退了几步 而豫章的身体明显的比叶浩轩多晃了几下 好厉害呀 有点小看你了 豫章定了定神 叶浩轩这一拳的力量确实不小 他都被震得有些蒙逼了 再来啊 别闲着 哼 叶浩轩笑 他大步上前再一次向御长击去 砰 又是两拳相交 这一次御长猛地退了几步 他抬起头 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浩轩 因为这一次叶浩轩根本都没有退 这怎么可能 御长站直了身子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浩轩 第一拳 我明明感觉你的力量与我相差不大的 可是这一拳 你的力量增长了好几倍 这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告诉你也无缝啊 这就是金丹的力量 金丹运转不息 力量是越转越强 你不是一心想得到金丹吗 没错 这就是金丹的力量 心动不 想不想得到啊 果然不愧是金丹大盗的存在啊 力量能够成倍地增加 还真的是让人羡慕啊 别羡慕啊 我就算是把金丹挖出来给你也没有用 这是我练出来的 你没这个福气享用 所以别羡慕了 所以别羡慕了 没用的 有用 怎么没用呢 狱长甜甜嘴唇 多好的一个补品啊 我进补了一个你 就等于说是进补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叶浩轩 你不是医生吗 你不是济世为怀吗 你过来 你让我借取你的精气神 然后你就可以救无数无数的人 而且那样 我就可以重塑躯体 到时候我可以整顿好禁笔之地 到那时候 禁笔之地将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 这是一个乐土 是一个王国 你牺牲一下你自己 你照亮别人吧 不要脸 叶浩轩忍不住骂了一句 说真的我活了这么大了 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他妈的凭什么要我牺牲我自己照亮你 你是医生啊 你不是济世为怀吗 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当成医生 那就牺牲一下自我 抱歉 我没有牺牲自我的精神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他摇摇头 面对着你这张猪脸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牺牲自我 成全了你 所以你还是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不然的话 我看到你那张脸就恶心 狗屁的医生 这点事情都不想付出 你还指望着别人尊重你 叶浩轩 你把你那副圣母的脸给收起来吧 你不配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圣母 我还真的不是什么牺牲自我成全别人的大者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多了 真的 有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全自己 不错 够坦诚 少年 我欣赏你的坦诚 狱掌大拇指一身 所以 我们还是别废话了 正好 其实我也不想跟你废话 我们在这里废话了这么久了 挺浪费时间的 所以大家有多少手段都尽管的施展出来吧 没错 大家有多少手段都尽管施展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用废话了 叶浩轩 你的金单 我要顶了 向前一伸 狱掌的手臂突然长了几公分 他的手臂向前伸展延伸 然后手臂在叶浩轩的身边突然散开 就好像是无数条触角一般 把叶浩轩给围了起来 叶浩轩迅速地后退 豫掌的身体受过了辐射之后 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异 所以这家伙 有这种现象 也不算是什么特异功能 而且叶浩轩见过的 比他更变态的人多了去了 所以他伸出来的这数条触角 叶浩轩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 倒是黑袍和妖姬 估计是从来没有见过 豫掌能变成这样的形态 两人不停地后退 然后各自抽出自己的武器 虎视眈眈的盯着 叶浩轩身形击腿 豫掌原地不动 但是他伸展出来的触角 对叶浩轩穷追不舍 扑的一声响 他的触角刺进了一块石头里 这块看起来十分牵硬的石头 就被他的触角给刺穿了 然后他的触角毫无阻碍地 向叶浩轩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